15.1我们学的东西是两个三角环数的和跟差 两个角度的和跟差 它进行的三角环数哦 所以我们简单的 可以简单的 而且迅速的复习多一次的话 先从3A开始哦 3A 4A加B的时候 我们会有 sine A cos B 加 cos A sine B 简的时候 我们会有同样的一个表达式 但中间变简 OK 这是sine 好cos cos A加B的时候 我们咳咳咳 我们的展开式是 cos A cos B sine A sine B 然后当它是-的时候 所以当它是cos A-B的时候 它会变成cos A cos B加 sine A sine B 所以cos是倒反后 你会发现 它的前面是加 后面会变成- OK 过后我们延伸到tg的部分 OK 如果今天是tg A加B的时候 我们会有tg A加tg B tg B 除 e-tg A-tg B 再来-tg B tg A-B的时候 我们会有tg A-tg B e加tg A-tg B 它这个是我们 嗯 假期的时候有有学完了的15.1的部分 也是我们这个章节的第一个公司 但这这个章节叫公司地域 所以绝对不会只有这个 有一大堆的公司要记 OK 我们再进15.2 OK angles between two thread lines 它的内容是讲两条直线的夹角 两条直线的夹角 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学过的 现在才能够学 然后在这里也会顺便解释 之前啊 我在第三章的时候 没有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两条直线互相随之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邪律乘弃等于复义 会在这里跟大家解释 之前没有证明了 还欠助你了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第三章的时候啊 可以两条直线啊 第一条直线 第二条直线 第二条直线 好 首先我们要先懂 第一个简单的概念啊 两条直线哦 它们之间形成的夹角 只会有两种情况 哎 两条直线形成的夹角啊 两条直线哦 它们之间形成的夹角啊 只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一个盾角 一个锐角 Optuous Angle 第二种情况是 垂直 OK 这是建立在有夹角的情况啊 所以我没有跟你讨论 两条线平行 也没有讨论 两条线重叠 因为如果要讲的话 那些又更多情况 OK 两条线平行将来没有角度哦 两条线重叠 其实也都没有角度 可是我们不考虑这两种 两条线如果有夹角的情况的话 它只有可能是 锐角盾角或者垂直 OK 所以香蕉的线里面 可以有两条香蕉的线里面 它腰部就是长这样了 OK 一个锐角 一个盾角 OK不然就是垂直 两条都是直角 可以两种情况啊 OK 这边我们讨论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左边的 OK 因为如果今天是右边的话哦 当你把它的斜率找出来的时候啊 你马上就已经知道 它们是互相垂直了啊 因为大家已经足够熟悉 OK 大家已经足够熟悉 所以两条线互相垂直的时候 它斜率的表现是这样的 一定会有一个是 假设一个是整数 这样另外一个数字 一定会是它的导数加负号嘛 所以基本上 同学我告诉你 一个斜率叫7 另外那叫-1分之1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可以马上知道 它是互相垂直的斜率了 不需要我多讲哦 所以这里我们大多数 会讨论左手边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要找这两条线之间的夹角哦 假设这两条线之间的夹角是这边 我们找锐角的情况 哎不过我们做的时候 其实两种可能 两种可能性都会用到 就有可能会找到盾角 不过我们两个都要了啦 好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找夹角是这个 ceta 可以懂我一下 我把风策关起来有点很冷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找这两条线之间的夹角 是现在你看到这个图里面的ceta 然后我们就会用 L1的斜率跟L2斜率来处理哦 因为首先 L1的斜率会是 紫色的 这个我们叫alpha ok L2的斜率会是这个 绿色的我们叫beta 好哎 所以把这两个角哦 延伸到上面来的时候 如果我在这里加多一条 跟exo平行的线 跟exo平行的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紫色的alpha 其实就是这个哦 然后 绿色的beta 其实是这个 所以这里的ceta 其实是我们现在讲的angles angle 哎不止哦两个哦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角 哎如果要算的话 这两个角哦 这样ceta1ceta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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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封 是 是L1和XO的夹角 所以 L1 α这个角度是L1和XO之间的夹角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ME写成是TANGENT ALPHA Gradient of L1 然后M2 就会是TANGENT BETA Gradient of L2 第二条线的写绿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有 α BET A 这个角度会等于 紫色的α 减去绿色的β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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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进检视之前再看多一次啊 ok 而ceta1在这边ceta2在这边ceta1 跟ceta2都是两条直线的夹角 我们这里先针对ceta1去做处理 首先第一条线跟xo之间行车夹角是alpha 所以第一条线的斜率 me就是tg alpha 可以之前讲过规定是 分y跟y的减法 x跟x的减法也等于tg 可以他们之间的夹角 然后绿色的beta ceta就会是第二条线的夹角 可以从这条线跟x有平行的啊 水平线来的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有 alpha等于ceta等于alpha-beta 然后我们在这个可以在这一整个方程式的左边 可以都加上tg 跟我们之前做那个三角形的很像 我在两边都加tg 所以当我加上tg之后 我的整个方程式会变成tg ceta等于tg alpha-beta 好这时候我把alpha-beta 可以我把alpha-beta展开出来 可以虽然哦我们是可以知道alpha是多少 我们在这边如果我知道me等于tg alpha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alpha找出来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 我们知道鞋率是多少的话 找他跟xo之间的夹角 这件事情我们做的到 因为我们学过 soft equation k 因为我们学过soft equation 所以我可以知道alpha是几度 可是很麻烦嘛 如果每题都要去把两条线 他跟xo的夹角这样找出来的话 真的很麻烦一下了 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会用公式的方法来处理 就是把这个alpha-beta展开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tg a-b 所以tg a-b的展开 我们会有tg alpha-tg beta 分母式 1加tg alpha-tg beta 1-2-3-4-4-2-3-4-8-8-4-4-2-3-2-5 好这时候我们再把tangent alpha tangent beta换成斜率 要换成斜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有 tangent alpha就是me哦 tangent beta就是m2 所以me-m2除e加m1m2 所以tangent theta会等于这个公式 所以之后我们再找 我们再找角度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公式去起手做 但这只是公式啊 还没有跟你解释 我们面对题目的时候 要怎样去处理 所以这只是公式而已 给大家懂 诶 我们加起的时候 有点大家看过这个公式哦 这是三角函数的公式表 诶 然后加起的时候是 诶 这是旧的 哦 这是醒了 这我上次给大家看还是旧了 还没有记错 诶 随便啦 来 诶 这是我们 诶 乖乖这样 诶 随便啦 ok 上次我们 看了是我们已经懂 前面这两个好吗 可以注意上面这两个公式是我们 会摇的 左边是identities 右边是合插角公式 诶 今天我们学的 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 angles between two and two thread lines 所以我们学到第三格了 ok tangent 等于 m2-m1除1加m2m1 诶 没有差懂吗 谁减谁没有差的啊 没有差别的 你的分子谁减谁没有差 反正分母一定成啊 所以分子如果是m1-m2也可以 m2-m1也可以没有差别的 没有人管理第一条 没有人管理第一条线的斜率是怎样的 可以等下我们做的时候 就会懂为什么没有差 可以等下做的时候 就会懂为什么没有差啊 可以公司就是你去记得 他的使用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学到的公司 我接下去要解释的是 为什么 可以为什么 m1-1的时候会垂直哦 诶 同学 如果 如果两条斜率相乘起来是负益哦 可以如果两条 两条斜率相乘起来是负益的时候 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情况诶 这里的分母 会变成负益吗 可以如果两条斜率相乘起来是负益的时候 我的分母会有一加负益 可以我的分母会有一加负益 也就是零 分母为零的时候无限大 所以你就会有tangency大等于无限大 分母是零吗 无限大对不对 所以tangency大等于无限大的话 斜大等于90哦 所以他们才会互相随之 k这应该没有问题哦 大家 可以理解哦 啊这就这么有哎 我们之前不是没有跟你解释 哎 黑三月的时候没有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两条线互相垂直的时候 会等于复一 现在有可以就这样解释吧 很简单吧 他用这个公司 因为这公司是两条两条直线之间的夹角公司吗 两条直线的夹角公司如果出现无限大的时候代表这两条线夹角一定是90他才会合理吗 可以啊就这样好这个是 这个是呃15.2k的这个笔记的部分好加剧我们最近呃立题哦让大家知道现在这公司讲用啊然后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因为他还蛮需要关注啊 ok来我们看一下第六题 哦我只有讲一题不好哎所以这题很重要是怎样 讲这题之后就结束了嘛 我感觉很重要是哦 我感觉很重要是 我感觉很重要是 我发现了 我们解释啊 我要找这两条直线直线的夹角的话 我们就要有两条直线的斜率 所以我们需要去把2y-x加1的斜率找出来 还有3x-y-2的斜率找出来 所以2y-x加1等于0 去找它的斜率 然后3x-y-2等于0去找它的斜率 可以找斜率的方法是把它移向成 y等于mx加c去找m哦 记得歪的西数一定要是1啊 你好了之后就直接告诉我 答案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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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今天不是有回答問題的人嗎 M.E.是 E啊 M.E.是 M.E.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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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不是E M.E.不是E M.E.是3 M.E.是3 M.E.是1分之1 Cash這遺項大致自己處理的 我是沒有寫給你啊 這遺項就繼續處理哦 M.E.是1分之1 M.E.是3 好 現在手上我們手上就會有兩條 直線的斜率哦 如果你有心的話 當然可以把Alpha跟Beta找出來 對嗎 因為我們知道Tangent Alpha會是1分之1 Tangent Beta會是3嗎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角度找出來 這邊Alpha就可以找到30度哦 這邊Beta就可以找到Tangent3了 所以我沒有做這件事情的啊 沒有做的啊 因為 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遇到復甦 或者遇到其他狀況的話 有點麻煩 可以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不會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直接在這裡套用 我們學過的公式去處理哦 ok 所以Tangent Theta 給我們剛寫的公式是 M.E.-M.E. 除E.加M.E.M.E.M.E. OK啊 你的筆記的那個 那個三角函數公式表 裡面寫M.E.沒有差的啊 OK M.E.-M.E.跟 M.E.-M.E. 一個差別 就是他們會有負號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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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還有三 二分之一是一樣的東西 他們就一個負號的差別 我加個絕對值他們就變一樣哦 可以啊 所以都可以的 兩個都可以做到了 兩個都會做到 所以不用太不用太擔心說 我一定要拿 M.E.-M.E.沒有 沒有啦第一條線是停不檢 沒有沒有 你第一條線也可以是3A.Y.-2的 沒有關係的 可以啊 好所以誰撿誰都可以 好叫我把东西放进去里面 1 2 减3 除1加1 2 乘3 ok 老师的建议是直接按计算机哦 不不需要去做什么计算的啦 因为不用啦不用来呀 不用勉强啊 对直接按计算机就好 记得按对啊 按对的懂吗 不要按错诶 跨弧先诶 先按跨弧 然后1 2 2 我没有没有没有一步一步写啊 然后减3分 减3 然后跨弧 然后按分数按键 再按跨弧 跨弧1加2分之1乘3 才对诶懂啊 不要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 可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 呃 李武等下会有一个人给我骂到很惨啊 所以我现在先讲哦 可以李武的同学 他把全部的分数都用斜线表达 我改他的笔记的时候 整个撩弓 讲诶 他在哪写 讲这个东西对不对 他在哪写啊 他写跨弧 然后1 然后斜线2 然后减3 跨弧 斜线 跨弧 1 夹 跨弧 1 斜线2 跨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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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笔记这样写给我 他把他可以拿10分的 我给他7分 对他写这样的笔记给我 而且不是数字的同学 是三角函数耶 他把tg写成sine theta 斜线cos theta 你要我讲不神奇 他不要写成分数耶 我不懂 他死定了 我只要上课定那一喊包 不可能放过这种时刻 我这样写 整个烧起来 我改到的时候我真的傻眼 我想问他你是要写电脑笔记给我啥 这电脑笔记我这样打他也会出现 出发耶 我不懂啊 我真的不懂 你怎么要写这样的东西给我 还有他不是我以前教过的人 不然我真的扔不下去 诶 不要不要写啊不要写啊 OK就这样就按住按住按住 答案多少 傻眼 负1 负1 哦好可以负1哦 我吓死我 我以为是特别角 不可以是特别角耶 就是不可以是什么090那种奇怪 给负1啊 好 这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处理tg负1哦 诶tgc等于负1吗 OK 呃我要提醒你这件事情啊 现在可以啊 给这个地方啊 要小心耶 你找7大的时候哦 不要想这样多耶 直接做不哦 直接做啊 tg1 啊不用管负1了 不用不用管他 因为你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想 tg 你真的要去想 tgc等于负1 你是不是要去想第二项线 跟第4啦 如果你 第4不用啊 可以第二项线哦 因为 tg是负的吗 没有第一吗 可是我这里会跟你讲 不用管那样多 咳 不用管那样多啊 你不用管正负符号啊 不需要管正负符号啊 你先按 attention e 先 attention e 多少 特别角 45 可以 attention e 是45度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哦 有两个答案耶 另外一个角度哦 就直接拿180度 减45度就好哦 所以135 赚了 就这样 所以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哦 是没有在用14.6的 没有没有没有不用想那多 14.6我们不是应该要找相伴瑞角 哎 怎么按不到红笔 ok 我们14.6的时候本来应该要找相伴瑞角 找向线 找角度 对不对 本来应该是要这个流程哦 不需要 好哎 在做 在做 angle between two two share line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做的东西是两条直线的夹角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瑞角一个顿角啊 一定会有一个瑞角一个顿角 我在找角度的时候其中一个一定是瑞角吗 今天你按 attention1跟你按 attention-1 他出来的角度都是45度啊 只是一个正一个负 所以不用玩多不会有-45度啊 两条线的夹角一定两个是 瑞角跟盾角而已 这样就直接你 attention1就好啊 45度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想找180度减他 啊 另外一个角度直接180度减他 今天就算你按到这个角度是 通常你在这个设置底下是不会按出盾角啦 你不管按出几度多好 另外一个角度自动要拿180度减他 因为两条线的夹角本来就是两个角度 可以只是我们现在只有先做瑞角的这个 盾角这个用白霸减 这样子去理解他这里就解决了 可以所以我们只有给一题立题了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15a的题目啊 然后这个解题的地方哦 很多同学在做14b的时候都是做错的啊 蛮多同学这份喜题是被我写留言不予计分的 不计满分 可以呃 以后会越来越长哦 只要我看到不对我就直接写哦 对对对 虽然我知道很多同学就是不是自己做的啦 所以记做同学然后不好情做错 然后被我这样写一定很险的嘛 可是没有办法啊 你要记对自己的作业负责啊 你不可以跟我讲 诶同学那同学是操的呢 你给他满分 然后我是自己做的 你又不要给我满分 不会这样的 因为作业分是你的 你要对自己负责嘛 不要想太多 我知道那种感觉很不好 但是不要想太多 你要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你也记得啊 诶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同学不是自己做 然后你是自己做 然后你被我扣分一点不爽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这很难 来诶 看啊 我们讲一题就好 这是15a的CT 咳 如果今天有个题目想讲 我们一样哦 咳 我们一样哦会先把他的斜率找出来 然后这个题目很爽吗 他帮你弄好了哦 ok me是2哦 m2是3 对哦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些带公式的话 tgc大是me-m2 除1加me-m2 分子就会是2-3哦 分母是1加2乘3吗 2乘3是6吗 加1是7哦 所以这个题目是负七分之一 ok tgc大是负七分之一对 我找c大的时候 然后只有按rtgc7分之一 来按rtgc7分之一 度跟分啊 几度几分 嗯 8度8分 k8度8分 诶 都写多好 8度8分 看这样另外的角度就自动写 171度52分哦 解决 就这样 看然后你一定会忘记了 对对我们这张也是会有soft equation 然后我们做到soft equation的时候 然后回头过来做这个你就忘记了 要记得哎 他东西要记了 看脚还书就是这样 好 卡水这个是 呃 15 15a的 的一幕哦 我的建议是截图啊 不要想要多真的 我的建议是截图 对对对 反正还有两题给你做啊 呃 就 呃 好就这样 我们 直接上这边就好啊 对对对 提早一分钟跟没有提早一样 明天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好